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6月27日 意大利完胜奥地利卯难度 周日凌晨 欧洲国家杯16强上演一场较量 届时而组第一的意大利将在温布莱大球场迎战C组第二的奥地利 作为本届欧国杯分组赛唯一一支三战全胜坚且保持零失球的球队 意大利在攻防两端所展示的强势表现有目共睹 而奥地利历史性杀入16强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强弱悬殊对比之下 意大利金战获胜晋级不成问题 要说本届欧国杯最令外界惊喜的球队 无疑是在文仙尼挥下大踢攻势足球的意大利 以往意大利足球给大家的印象无疑是钢铁般的后防线 甚至出过剪拿滑路这样踢中间而拿到金球奖的球员 意大利足球辉煌的年代 无不伴随着伟大的后卫 将防守战术艺术化 正是意大利的立足之本 在本届欧国杯 意大利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形象 开始转向攻势足球发展 在欧国杯分组赛的三场比赛 意大利首战下半场连入三球打猛土耳其 面对瑞士游刃有余同样三球大胜 就连莫伦用半主力阵容面对威尔斯都是全场压制对手一球小胜 三战攻入七球意大利在分组赛展现的竞技状态 令球迷对他们接下来的淘汰赛充满遐想 另外意大利已经连续三十场各项比赛保持不败 追平了队史记录 而近十一场比赛保持零封对手 文仙尼的球队攻防兼备 极具冠军像 要说意大利阵中 表现最亮眼的球员 并非封献上恩西尼和恩莫比尼这些名将 而是上赛季在沙索罗笑里名不见经传的中场 艾姆卢卡迪利 这位中场球员在分组赛对阵瑞士的比赛当中 奉上了二个入球 这位年轻中场用出色的表现来回报了文仙尼的信任 如今在16强面对奥地利 意大利十分有希望赢球晋级 奥地利如今世界排名23位 欧洲排名15位 队中的球星也不够耀眼 但是在20世纪中期 奥地利也是欧洲的强队 曾经夺得过世界杯的冀军和电军 但是在欧国杯的赛场上 奥地利的战绩却始终不理想 本次杀入16强 已经是奥地利在欧国杯的最佳成绩了 能不能继续创造球队的历史 就看能不能跨过意大利这座大山 奥地利在分组赛中莫伦一球小胜乌克兰 而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大卫阿拉巴 更是在本届赛事中表现出色 莫伦比赛中正是他送出助攻 帮助鲍迦特拿攻入制胜球 而球队三场比赛总共攻入4球 其中2球来自大卫阿拉巴的助攻 此外 效力上海海港的前锋 阿拿奥杜玉表现也非常出色 上仗面对乌克兰回归正选的他 为奥地利进攻线带来更大的进攻威胁 需要正视的是 奥地利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时 所展现的防线稳健度不足 队长大卫阿拉巴需要进攻防守两头坚固 面对荷兰的比赛在防守端就显得十分力不从心 而意大利在中前场的配合默契 16强面对意大利 奥地利在防守端将面临巨大考验 阵容方面 中场拉沙路因伤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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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羚人 ان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羚人 老虎 无故 ap 八道 转发 羚人 老虎 狗人 辿眯 slash 凶 虎人 老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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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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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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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